早安 各位大清早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立委 李德維 委員 早安 是 早安 那委員 我們還是要來討論一下 這一次這個進口蛋的爭議 因為其實在昨天的這個 衛福部長薛瑞恩他就說 關於這一次這個標示不清 有疑似洗產地的狀況 因為被我們發現說 這居然是農業部指使業者去標的嘛 但是呢 薛瑞恩他卻說什麼 他卻說 喔 這個我們不罰農業部啦 但是呢 誰標的就罰誰 那麼言下之意不是說要罰業者嗎 那業者很很衰耶 我們業者聽你農業部的指示去標 然後你現在又要回來罰我們 那不會覺得說好像有點甩鍋 給這個業者嗎 我覺得薛瑞恩部長這樣子的講法 真的讓人覺得匪夷所思 這樣子的部長 還是我們認為政務官應有的作為嗎 我想請教一般的刑法 都有所謂的教唆殺人罪 或者教唆其他相關的罪等 那現在你主管機關 政府的農業部 要求相關業者把它標示為台灣 那業者接受政府的指導跟規定 但是現在卻要被政府的另外一個部門 衛福部來罰標示不實 而衛福部還不敢去追咒 農業部這個交縮指使的罪責 所以讓人覺得這樣子的官官相互 真的匪夷所思 難道小老百姓就是任由這些政府官員來魚肉嗎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這樣子的政務官 真的讓人覺得匪夷所思 所以再次的重申 國民黨一定會強烈的要求 這件事情該負責就要負責 絕對不能因為你是民進黨的官員 我們就輕輕放過 而且委員你有發現一件事情嗎 其實這一次進口的進口蛋大概這樣 算下來大概是一億四千多萬顆嘛對不對 但是超思光是進這個巴西蛋 它就進了八千八百多萬顆 那不就一堆就幾乎都是超思進的巴西蛋 那怎麼會一個資本五十萬的那公司 它陸陸續從三月到現在進了八千八百多萬顆 那就是因為現在進了太多蛋啦 那這些又是快過期的這種巴西蛋 然後才會導致說現在業者 必須要接受這個農業部的指使 去把它加工成蛋液啊 然後去做買賣或幹嘛的 那到底是為什麼我們進了這麼多蛋 而且全都是巴西蛋 然後又全部都是超思進的 這中間問題真的蠻大的吧 對我想在這個部分裡面 讓大家覺得非常遺憾以及痛心的 就是每當台灣有了重大的問題跟危機的時候 民進黨的政務官 民進黨的政府部門 彷彿在裡面就會上下其手 所以大家看 過去在我們缺乏快篩的時候 有所謂的小吃店快篩生衣公司的出現 也是資本額非常小 快速的拿到政府的這個標案 而且是指定合作的廠商 而在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這件事情已經越爆越大 從剛開始的50萬資本額 而負責人指出了1000塊新台幣 他竟然進口了8800多萬顆的雞蛋 那當時大家認為是一個弊案 而沒想到後來從弊案衍生到 那個這個壞蛋 臭蛋以及爛蛋 甚至於現在講出來 政府必須浪費非常的公堂 把相關過期的蛋來銷毀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已經讓大家覺得民進黨的執政 讓人覺得匪夷所思 從一個原本認為 大家認為只有錢上的問題 反而現在衍生成為是全民食安的問題 真的讓人非常的感嘆 民進黨的執政 怎麼墮落到這樣子的一個程度 另外還有一個點就是 你剛剛說的 發生重大事情的時候 民進黨都用這樣的方式 那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一次這個 有個農業粉專家 林北好油 他現在要停更了 為什麼停更 因為他被網軍給威脅 被恐嚇了 那是不是 因為他可以說是民間打蛋的第一人 因為他也爆料出了非常多 關於農業部的內幕 以及這個雞蛋的知識 可是他現在就被網軍恐嚇到說 他要停舉更新 恐嚇到他家人 他老婆非常的惡劣 對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擁有言論的自由 免於恐懼的自由 我們不希望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說真話說實話 反而被民進黨的側翼 綠營的網精來做恐嚇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包含相關的檢調機關 都應該好好的來介入了解 當然我們也絕對聲援支持林北好油 繼續能夠說實話說真話 那為人民的福利來發聲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也再一次的重申 國民黨絕對不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我們也一定繼續的聲援他 而且要求相關單位給予協助 好 非常謝謝委員 謝謝 好 那我們回來再聽到 就是在這一次的整個爭議中 衛福部長薛瑞緣他就特別說 他說我們不罰農業部 只罰業者 但其實就被會外界認為說 那你不就是甩鍋給業者嗎 因為一開始就是 大家依照你農業部的指示來去做嘛 而且現在又被踢爆說 其實超私進口 就8800多萬個巴西彈 那麼佔了這個14000萬幾乎是 一半以上的數量 那憑什麼一個50萬資本的小公司 可以賺這麼多 這背後真的沒有複雜的政商關係嗎 而且這事情演變到連民間都受害 民間一般人就是這個農業粉專 林北好遊 因為他過去真的是踢爆很多 關於這個蛋的爭議 而且他也講解很多 才不會被這個民眾給餘目混出嘛 他講解很多這相關知識 結果現在卻因為被這個網軍 又或者是義勇軍也好被恐嚇 那最後他宣佈停局更新 那麼也讓人覺得說 這根本就是新一代的綠色恐嚇 不 那麼以上是今天的國會大欣賞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就是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並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夠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有何外的折扣喔 請人手通常 請人手在族 請人手通常 請人手通常 請人手 就是一旦 另一旦 請人手 請人手